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那我们可以放到额头上 向前 这就是锻炼颈前部的肌肉 放在左侧和放在右侧 就是锻炼不同方向的肌肉 这是增强肌肉力量 这是一个锻炼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平常 颈椎可能老低头 导致颈部的肌肉容易紧张 我们最常见的叫颈部的后缩 让我们的头整体的后移 使平常紧张的肌肉得到放松 而且这个呢 也对恢复颈的这个曲度 是有一定的帮助的